今期又和大家玩一下海洋堂這個問題 海洋堂這個問題其實我蠻喜歡這個系列的 就是這個金融群俠傳裏的胡飛 海洋堂在2002年還是2003年 好像是趁著線上Online的時候出了一隻格鬥遊戲 當時拿了版權出他這隻格鬥遊戲 配件方面有兩隻張開手型 一把握武器手型,一把斧頭 看看 很多年了,我估計有700年 這個好像握不緊 十幾個看看 這個就可以,大概這樣 應該是那邊在前面 應該是那邊在前面 應該是這個在前面 這樣 這個是令我很慶幸 可以整套買齊了 我是去香港那時候 即是回香港 見到有一個叫胡蘇佬 不知道大家去過沒有 就是在街旺的以前 一套打包了 整套是沒有盒大齊的 都幾便宜 六百多元 五百多元 五百多元 港幣左右 現在應該是絕版的 看看 胡蘇佬應該還可以找到 面相很漂亮 因為我現在是有些想回路 玩回3.75寸 所以剛剛好這個系列 都幾符合我的審美要求 這個是關節 現在就算再看看 都很正 應該是這個系列 當年的山口技術上 突破性不高 但是良心度是夠的 看看那些花紋 可惜這個系列已經爛了尾了 即是出了幾隻之後 就出不齊 那當年也有出過一隻 河鐵手啊 梅超風啊 明明神神我都有買 但是那兩三隻 好像收起來了 我到時有空 找得出來再跟大家分享 那頭的可動 就一體成型的同條頸 現在看可動性 只能夠廣幸勉強 但是在當年來講 3.75寸 有這樣的戰力 可以做得到這樣的可動性 已經好天包辦了 換手方面 就有一個缺陷 就是這裏 手型這些位置 很... 即是怎麼說 這條筋 有可能耐了絕著會斷 我對胡菲這個角色不算太鍾情 所以就... 基本上是這樣的 這些軸呢 我也是怕它容易... 即是久了時間會斷的 還有會鑽不緊 就這樣 如果現在呢 海洋堂再處理 它應該就不是這種 這個位置做關節 應該它是會... 打橫 即是手可以手肘向下 即是... 類似這樣 對 那... 成志就基本上這樣 那... 它這個網文 我先看看 什麼都掛一掛 嘩... 嘩... 大家聽一下 聽到一些刮刮聲嗎 它是真的做了網民在遊式的 可以說... 即是看得出 當年的造工 是真的很良心 現在就沒有這樣的造工了 我想... 那... 基本上這樣 這個系列全部都是... 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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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的下方... 一二三三個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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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就是一個 手也是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然後是... 頸 所以這個系列是... 早期的小比例 那些3.75%的佼佼者 基本上這樣 好了 今期視頻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玩其他玩具吧 拜拜